據美國《華盛頓郵報》的獨家報道,中國解放軍的黑客曾經入侵日本的機密防衛網絡,導致美國對日本的網絡防衛能力產生疑慮,再一步危及到美日情報共享機制。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無法證實是否有任何安全資料外洩,未來將繼續努力保持安全穩固的網絡。 報導說,美國國家安全局在2020年秋天發現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網絡間諜已經入侵日本的機密防禦網絡。 當時的國家安全局局長兼網絡司令部司令鍾仲根以及白宮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明為此親父東京,向日本當局發出警告。 他形容這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黑客攻擊。 不過部分美國官員察覺到日本並未積極處理,只是希望淡化問題。 到了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台後,網絡安全和國防官員意識到問題更惡化。 中國黑客仍然潛伏在東京的網絡系統當中。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曾向東京表示,如果日本網絡安全得不到更好保護, 加強數據共享以實現先進軍事行動的速度可能會放活。 報導說,東京已經採取措施加強他們的網絡防衛能力,但仍然被認為不足以抵禦北京的規探。 接受採訪的官員說,這個可能會阻礙五角大樓和日本防衛省之間更大程度的情報共享。 日本已宣布正在強化他們的網絡安全,在未來5年內將網絡安全預算增加10倍。 網絡安全軍事人員數量增加4倍達到4,100。 今天一alu以休息 很高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